黑色自小客方向盘一下往左一下偏右 底盘一丝已经撞坏 在地上冒出火花 差一点撞到小货车 目击骑士往前靠近 在镜头拍不到的死角先指挥交通 紧销货报到场 肇事车还在冒白烟 远景一查 肇事的驾驶酒驾 而且竟然是自己人 高雄市三线一新督察张树义 张姓督察他其实是先撞到路边的分隔岛 接着油门继续踩 往前差不多50公尺才在路边停下 照市的督察张树义 5月30号深夜10点多 先在海产热炒店跟警友会顾问等人吃饭喝酒 接着他酒驾返家 在仁武区和平路二段 失控状分隔岛 远景一到场 发现肇事驾驶是他 一伙人站在路边先低调厘清状况 督察张树义跟圆景匕首画脚还原经过 看起来吓到酒都醒了 但吹气后酒测值1.0超标 让警局高层震怒 督察张树义被记大过处分并改掉专员 当时督察张树义被认为是明日之星 如今犯下公共危险罪被记过把关 也毁了自己的前程 TVBS新闻李战胜纪元高雄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